台灣詐騙很多 其實剛才賴副總統就在示範什麼叫詐騙 我請問你 我什麼時候說過接受一個中國 你說兩岸一家親 我跟你講2015年我就講過 你們2016年的選舉 多少個你們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拜託去站台 連我媽媽都被拉去站台 其中王定宇都去了好幾次 那時候你們怎麼不覺得兩岸一家親有問題 把我利用完了 拿到政權了 就把我踢走 兩岸一家親我2015年就講過了 你們當時怎麼不覺得有問題 還有你剛才在講說 丟掉邦交國 我們在批評政府 你都不能拿出來 我知道台灣外交有困境 我不去批評我們自己政府 還有一點 你自稱說市政成績很好 虧你還是醫生 你忘了你當市長的時候 登革日死了多少人 我們台灣 是一個出國貿易導向的 依賴度很高的國家 我們的GDP大概有六成 結果 我們的對外的雙邊跟多邊的貿易協定 停止步驟 嚇不下 完全嚇不下 而且我們的口氣空間 要走出去 走不出去 國民黨政府起碼在兩岸還有簽個越法 還有跟新加坡紐西蘭簽FTA 兩岸我也知道 關係如果不好 一定會影響到我們國際經貿的組織 一定會給你干擾 所以民進黨政府也無人為力 你CPTPP RCEP 連越法都岌岌可危 你都沒辦法 剛剛兩位候選人不約而同提到 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想請問我們全國的父老鄉親 也可以請兩位市長作答 兩岸一家親 跟要推動胡茂 背後是不是一個中國原則 另外不斷地在強化台灣的主權 可是接受九二共識之後 如何保障台灣的主權 全國父老鄉親不妨再想想 台灣是應該要自信地 在信賴台灣這條路上 持續壯大 還是要走回頭路 不管是接受九二共識 或者是接受兩岸一家親 或者去推動胡茂 真的對台灣有比較好嗎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除了在選擇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哪一隊對國家有使命感 有能力守護台灣的安全 又可以促進台灣的民主 和平跟繁榮 也是在選擇國家的一條方向 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28日 以2024的總統大選 只剩下16天 最後兩個星期 一個轉念就可以改變台灣的未來 台灣詐騙很多 其實剛才賴副總統就在示範 什麼叫詐騙 我請問你 我什麼時候說過 接受一個中國 你說兩岸一家親 我跟你講 2015年我就講過 你們2016年的選舉 多少個你們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拜託去站台 連我媽媽都被拉去站台 其中王定宇都去了好幾次 那時候你們怎麼不覺得兩岸一家親有問題 把我利用完了 拿到政權了 就把我踢走 兩岸一家親我2015年就講過了 你們當時怎麼不覺得有問題 還有你剛才在講說 丟料邦交國 我們在批評政府 你都不能拿出來 我知道台灣外交有困境 我不會去批評我們自己政府 還有一點 你自稱說 市政成績很好 虧你還是醫生 你忘了你當市長的時候 登革日死了多少人 昨天兩個星期前 Cup 28才在杜拜落幕 198個國家的代表 他們的共識就是 減少石化燃料 加速能源轉型 2050要達到淨零碳排放 當全球先進國家 都在注意這些問題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 卻好像與全世界脫節 民進黨說的很多 做的很少 蔡英文總統承諾 他要減少碳排放量 可是在他執政這7年來 台灣的碳排放量 還在比基準年增加的2.1% 我們必須換掉 這一個裝稅較不行的政府 讓台灣真正以世界接軌 現在就是行動的時候 我的證件 其實用15個字就可以貫通 理性 務實 科學 民意 專業 價值 再加上執行力 面對能源問題 氣候邊遷 我們要用科學和新技術 不必用意識形態 面對勞保 健保的改革 長照的短缺 要勇敢的面對 不要避重就輕 拖延了事 面對居住正義 我們要站在弱勢的一方 而不是站在財團建商的那一方 面對教育政策 我們要促進社會階級流動 而不是頑固守舊 面對族群問題 要以包容多元 來取代歧視和刻板印象 到這個我突然想到 你說徐春英是共產黨 你還沒道歉過呢 面對高齡化 少子化 勞動力下滑 五缺低薪 我們要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每天認真工作 足以解決 要改變 就要努力工作 我的醫生都在挑戰困難的工作 我當了三十年的醫生 大部分的時間是在擔任 台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主任 我曾經負責創傷 外科急診 器官捐贈 器官移植 急診後送病房 還有ECMO 我的工作就是救人 讓他們恢復健康 對我來說 救活病人才是目標 任何的醫療方式都只是工具 在過程當中 我總是提醒自己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兩天前 我接到了 來自愛爾蘭的一封信 他們的孩子在二十七年前 在台灣發生車禍 死亡 當時他們的父母 懷著痛苦 搭上飛機 來到陌生的台灣 面對這一個奪走他兒子 生命的土地 惶恐不安 但是經過我們的說明解釋 最後這一對父母 決定捐助他兒子 所有可以用的器官 給六個台灣的受證者 以愛人間 接受他心臟移植的患者 我在不久前才跟他吃過飯 他的父母親傳來消息 向我說感謝 27年來 他們還記得我和台大醫療團隊 協助他們放下怨恨 陪著兒子走完最後一程 在台大醫院 我看盡了生離死別 但是我也感謝上場 他沒有讓我喪失的 對人事的熱情 多年後 我進入了台北市政府工作 看到了行人的地獄 居高不下的車禍死亡率 我立刻著手改善 在全市鋪設綠色人型通道 檢討標線 增加酒駕的林檢 提高道安的教育 在我卸任前 台北市的車禍死亡人數 已經大幅下降 以每十萬人口計算 也是六都最低 台南大概是台北的四倍 仰德大道上 2017年發生了一起車禍 一輛大卡車一次撞死了四個人 過去30年 在同一條道路上 不知道奪去多少文化大學學生的寶貴生命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動作 讓悲劇一再的重演 新歲的父母 總以為是自己的孩子運氣不好 其實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有人面對問題 捲起袖子 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我們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去改善仰德大道的交通工程 第二年車禍的傷亡 減少了60% 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們早點做 這30年來 在仰德大道 傷亡的學生 是不是就可以減少很多 所以我們畫設了巷弄 綠色人型通道 讓行人更安全 台北市的老舊市場也歡心了 提升了攤商的工作品質 和行人的 和台北人的食品安全 只要認真工作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的處理 北流北義大巨蛋 這種棘手的工程 最終也都解決了 台北市的空氣品質 改善到跟花東一樣好 政府部門該花的錢花 不該的錢不該花 我們五年還了570億 該做的建設也沒有少 我任內居住正義不再只是一個政治人物騙選票的口號 台北市的社會住宅在8年內完工和新建的有2萬戶 我還要求局數把這些全部記錄下來 編了一本重書 分享給有心實踐居住正義的縣市首長來參考 每天認真工作 每個地方進步一些 合起來就是國家的最大進步 還記得我剛剛說的那對愛爾蘭父母嗎 27年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痛恨台灣 反而對台灣人的友善留下深刻的印象 善意的對待每一個人才能留下善的種子 消弭仇恨對立 我在台北執政8年 兩岸關係降到了冰點 在民進黨不斷抹黑抹紅 而且國民黨也跟著起哄的情形下 我還是辦了8次的雙城論壇 跟2017世大運 台灣的權力並沒有因此受損 蔡英文總統還以總統的身份 上台宣布世大運開幕 對等尊嚴為台灣爭取的應有的國際能見度 我主張維持現狀 台灣自主 兩岸和平 我會以務實的態度 維護台灣的民主 自由 法治 人權 還記得嗎 那2016年蔡英文總統當選那一晚 他說從此 台灣人民不需要因為他們認同的道歉 第二天起 民進黨就開始販賣芒果乾 黨政黑手進入媒體 抹黑抹紅政敵 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的執政不利 民進黨用抗中保台來挑起仇恨 國民黨則是靠攏中國希望 挹注自己的選情 我要跟大家講 我不會像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 在選舉的時候操縱統獨的意識形態 更不會想利用中國來贏得選舉 你們這樣做 只是讓台灣內部更加分裂而已 我主張社會和諧 政黨和解 兩岸和平 這些都要靠彼此的善意才能完成 柯文哲的參選是藍綠兩大板塊以外 真正有機會改變現狀的新方向 新希望 有人問我 柯文哲是紅的嗎 答案當然不是 有人再問 柯文哲是綠的嗎 我的出身背景是綠的 我也不隱瞞 但是這個意識形態 並沒有干擾我當市長 或者是當醫生的時候 執行業務 那麼柯文哲你是誰 我一輩子都在救人 我沒有包袱 我也不會貪污 我永遠為弱勢和普羅大眾來努力 我會理性 務實 科學 解決人民生活的困境 我會用清廉 勤政 愛民 愛鄉土 來深化民族 我更時時思考著 我們要留下一個什麼樣的討厭給下一代 當人民托惡給火 我絕對會全心全力為國效力 親愛的國人同胞 想想看 你要把你的未來 交給什麼樣的政黨和頂導人 是新政治還是舊勢力 是青年勤政還是貪污腐敗 是和諧共榮還是分裂仇恨 我相信大家在心臺都有答案 各位鄉親 我是瓜文鐵 我實在 我認真解決問題 最重要的 我也不會貪污 麻煩你一個十三個拜託大家 給台灣一個機會 給瓜文鐵一個機會 給台灣民眾黨一個機會 剛剛兩位主席都說了很多 不過柯主席有講到一段話 登革熱絕對不是一個好政績 但是你忘了多少人 我可以提醒 賴主席在當市長的時候 登革熱絕了112人 每一個生命都是滿最傷痛的一件事 所以不想再提了 那你說每一個在比政績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台灣市社會住宅領 公投也沒有 還有好多沒有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 在做這個比較的時候 都會站在每一個人立場 去看待一件事情 何友宜是一個警察出身的 只知道兩件事 對人比較好 對判人比較好 對事不對人 我就是這個態度 我沒有什麼藍綠 白什麼都沒有 警察就是行政中立 我從這一輩子 躲到61歲出來參選 我人生最重要的目標 是希望台灣能夠團結 台灣如果沒有團結 你面對外面 那都會說的 人家要把你沾一腳 台灣不管哪一洞 你有一些想法理念 我們不反對 當然是台灣最重要的團結 台灣絕對不能用抹黑 抹紅 抹黑的栽贈 這是我想不可以農業的 事情是我的事情 你對我 不要對那個無垢 以及對家修 這是我想不可以責任的事情 今天我跟我想實在外 三個候選人 大家彼此可以競爭 但是記得對事 不要對人 尤其兩個都醫生 我家裡也有醫生 你們也都認識 醫生的職業我非常的尊重 很多人考不上醫學系好羨慕 我也好羨慕 但每一個人的工作都不一樣 醫生看人的事 救人 這是你本來要做的事情 侯友宜做行事 每天爹穿對中穿 槍林彈衣 或是你穿黃彈衣 我的同學都當面死在我前面 隔一天 我們去送她的時候 國母孤主在那裡靠 只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他蓋上 我也常在想 我每天在相見 每天在開城 哪一天跪在那裡 會不會是我的太太 我的女兒 我的孩子 但是我把勇敢鄉親走 辦那一案 我從來不寄望 別人給我說一聲謝謝 這是我愛做的本分 就算他見到 我要說一聲謝謝 我告訴你 所以我辦過的案子 我記得那個過程 但是不需要人家說 啊 愛給我感謝 就算他給我謝謝 我也記得而已 我也不愛說 因為這本來就是 我們在做的本分 今天 我也要說得很清楚 我們台灣同胞 這幾十年來 你看到經濟在變化 我記得 在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國民黨政府執政的時尊 說一句話 台灣籍贏腳脈 台灣可以變成高科技的支導 是得利於什麼 成功要發展半途底 一直有李國庭 有孫運賢 還有後面有張總某 不然我就變成今天的成績 所以經濟做好 是一個領導人 自己做的事情 結果我們這幾年 剛才說要農業 要怎麼變 要怎麼變 你沒有經濟 跟他們倒三天 你是要怎麼變 所以我們看看 經濟成長率 14年新低 只有1.12% 也是金融海峽以來 最低的紀錄 國外會公佈的景氣燈號 今年10個月裡面 有9個月是藍燈 是低迷的 不要在那裡說GDP多好 說半波低薪高通膨高房價 人民沒有享受到 真的經濟的成果 而且平衡差距越來越高 10年的痛苦只是10年新高 再幾天 就要連中講這個法 人力銀行 調查 今年各行各業 連中獎金 預估平均 只有1.08個月 也是10年新低 也是10年新低 所以很多的民調做出來說 民進黨對經濟的 市值滿意度高不高 一半一胸都不滿意 市值不滿意都超過滿意度 20%一胸 所以民進黨 人民給你打的經濟成績 是不及格的 所以我今天特別 講出來民進黨的缺點 當然是民進黨的缺點 我們就必須面對這些錯誤上 我們要接受挑戰 第一個我們對外貿易 我們就知道我們台湾 是一個出國貿易導向的 依賴度很高的國家 我們的GDP大概有六成 結果我們對外的 雙邊跟多邊的貿易協定 停止步驟 怕不下去 完全怕不下去 而且我們的國際空間 要走出去 走不出去 國民黨政府 起碼在兩岸 還有簽個約法 還有跟新加坡 紐西蘭簽FTA 兩岸我也知道 關係如果不好 一定會影響到 我們國際經貿的組織 一定會給你干擾 所以民進黨政府 你也無能為力 你CPTPP RCEP 連約法都岐岐可為 那都沒辦法 它對來的問題 很嚴重 這嚴重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人才 缺土地 這都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例如我去美國商會 跟歐洲商會演講的時候 他們過來講 一定缺電能源政策 一定有問題 如果人員政策有問題 他不投資了 他要對外投資 而且又要撈碳關係的 勢在轉型的必要 尤其我們台灣在轉型過程當中 市衛轉型跟低碳經濟 是現在所有最重要的議題 因為軟化地球的這個速度能夠減緩 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所以靜靈碳排也是我們共同要做的 所以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確定2023年10月要做 我們現在10月要施行 我們2027年前面生效 我們現在面對的多少個策略的 水泥 煤 煤 鋼 鋼 電力 未來還有煉 油 玻璃 所以我們靜靈碳排 非常重要 刻不容緩 所以我提出了要改變 台灣經濟的三大關鍵 也是三之間 第一個 區域的經濟要趕快融入 第二個 改善投資環境 第三個 企業要壯心壯協 聽得我說企業經濟貿易 我在任內 會積極采理全球經濟的整合 而且跟美國的協助 以及跟兩岸要穩定的協商溝通 讓我們有機會 在我任內完成CPTPP的接任 可以加進 同時要啟動RCEP 然後在主要貿易國的FTA 我們的覆蓋力要提升 推動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相當要不是第一階段 相當要第二階段的台美租稅協議 台美租稅協議一定 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公開透明 要跟企業界好好的溝通 好好的讓大家了解 讓大家要集齊 要跟兩岸談 一定要先考慮到台灣的租款 以及經濟的安全底下 呼應產業的需求 尤其在重新協商 越來越法的時候 不管是貨貿跟福貿 兩岸要一個 制度性的貿易協商的機制 確保台商在大陸的投資潛力 我沒有在台 台中在做生意 我也沒有貪汪 所以不要再給他掛 說這個就是 說統一的中國 紅色的中國 所以當然改善投資環境裡面 電最重要 我能源政策已經講過了 以利用性 以核減肥 然後節能優先 有性轉型 水再生水 能夠多提供回來 多提供 然後獎勵他們 補助他們 水機源的調度做得好 企業的創新 想到產業研發 智慧製造 節能減碳 來做得好 這樣擴敵 提升 補助他們 最後 今天 商業總管 有一個 針對515經濟企業家 市值7兆 再處理 調查出來 再處理產業跟經濟項目 合共配 各自候選人 我做得最好 最必看好 所以我今天 一定未來做總統 一定創造兩岸和平 要創造一個經濟內閣 讓我們台灣的護國神山 遍及全球 台灣經濟 謝啟輝 各位鋪老鄉親 大家好 我喜歡用 身體各個不同的器官 來比照 各行各業 好比人工智慧 就是人的大腦 ICT 通訊產業 就是人的神經傳輸系統 好比機械 產業 就像是人的骨骼系統 而金融產業 就像是人的血液系統 血液系統負責把氧氣跟養分 送到各個器官 人才有辦法健康 同樣的 金融 金融產業 把資金送到各行各業 台灣產業 才有辦法發展 我們要非常感謝 金融產業的努力 過去幾十年來的 的這個成果 可以說相當的豐碩 包括我們的 年產值 已經有1.45兆元 佔GDP的 6.41% 創造了百萬個工作機會 同時也創造了百兆元以上的資產 好比說金融業 有66.2兆元 保險業有35.7兆元 證券市場 我們有高達51.5兆元 金融業不僅僅是壯大自己 也推動台灣產業的進步 包括蔡英文總統就任之後 相較於馬英九前總統時代 我們的國民生產毛額 已經從17兆 晉升到23兆元之多 台灣已經全世界 第21大經濟體 這固然是各行各業 共同努力 但是金融業 也發揮了功不可沒的效果 但是不會延 金融業 目前也面臨了幾個困難 第一個 國內的投資標的 還有待提升 來消化金融業的資金 那第二個 我們也應該要更加進一步的鬆綁 讓金融業有更寬廣的發揮空間 金融業也面對著數位轉型 淨零轉型等等各項的挑戰 未來我擔任總統 我一定擔任金融產業的後山 好好來推動金融產業 那麼第一個 就是我要攜手金融業 發揮魚幫水水幫魚的效果 不僅僅投注國內的重大公共建設 也希望藉由金融產業的力量 能夠協助台灣的企業 立足台灣 布局全球 行銷全世界 讓太陽不管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升起 都可以照到台灣的企業 同時也能夠攜手金融產業 幫助台灣的中小企業 台灣的中小企業高達一百五十幾萬家 如果中小企業穩定 社會就會安定 第二個我會打造 台灣成為亞洲的資產管理中心 我會鬆綁法令 而且我會整合公司資源 同時提供多元的商品 歡迎國外的資產公司 能夠來台灣力點投資 讓台灣能夠成為 亞洲的資產管理中心 第三個 也讓台灣能夠成為 亞洲的金融科技發展中心 政府有責任 來栽培金融數位人才 同時也應該要強化 金融產業的軟硬體建設 第三更應該要鬆綁法令 好比利用金融沙河 提供金融產業有創新研發的空間 也讓台灣能夠成為 亞洲金融創新發展的中心 第四點是打造台灣 能夠成為亞洲永續金融的魔幻 參議院總統已經在 2021年的4月22號 世界第九入 高舉台灣 在2050年將達到 淨零轉型的目標 行政院也已經通過了路徑圖 在未來2030年之前 投入9000億新台幣 能夠帶動民間的投資 在此情形之下 也非常需要金融業的受信 還有這個貸款 都能夠朝永續發展的目標來走 也讓台灣的金融產業 能夠成為亞洲永續金融的魔幻 第五個是 讓普惠金融 能夠成為更完整 能夠成為社會安定的力量 我認為 金融服務也是一項人權 應該像水電一樣 方便民眾能夠獲取得到 即便是偏鄉的區域 也應該如此 普惠金融不僅僅是 可以幫助弱勢的民眾 也可以安定社會 第六 金融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未來我會強化金融的資訊安全 以及基礎設施的安全 同時也會讓我們的金融產業 更具韌性 來因應未來各項的挑戰 金融發展的根基是在信賴 這也是台灣與全世界 做朋友的共同態度 只要我們方向正確 公私協力 我相信我們的金融產業 一定可以更加持續蓬勃的發展 而且金融產業持續發展之後 也可以進一步的帶動 台灣產業的發展 這個是未來 我們一定要走的方向 剛剛兩位候選人 不約而同提到 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想請問我們全國的父老鄉親 也可以請兩位市長作答 兩岸一家親 跟要推動胡茂 背後是不是一個中國原則 另外不斷地 不斷地在強化台灣的主權 可是接受九二共識之後 如何保障台灣的主權 全國父老鄉親 不妨再想想 台灣是應該要自信的 在信賴台灣這條路上 持續壯大 還是要走回頭路 不管是接受九二共識 或者是接受兩岸一家親 或者去推動胡茂 真的對台灣有比較好嗎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除了在選擇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哪一隊對國家有使命感 有能力守護台灣的安全 又可以促進台灣的民主和平跟繁榮 也是在選擇國家的一條方向 我要敬請各位父老鄉親 1月13號一定要出來投票 如果國民黨跟民眾黨藍白河在國會占多數 那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他們可以利用國會的多數力量 不管是修法或立法來主導國家的政策 當時 到時往兩岸一家親的方向走 往九二共識的原則方向走 這個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絕對對台灣是不利的 胡茂也好 貨茂也罷 或者是所謂的ECFA 都不是台灣應該走的路 更何況在蔡英文總統領導之下 台灣已經成功地走進世界 世界已經看到台灣 肯定台灣 上架台灣 我們總體經濟也有長足的進步 我們在把經濟進步的果實 分享給社會大眾 這一條路才是我們應該要走的路 更何況政府已經提出CPTPP的申請案 我們也獲得美國日本跟國際社會的支持 未來我也會負責讓台灣順利地加入CPTPP 更何況台灣也已經成功了 跟美國簽訂了21世紀貿易協定 另外我們也跟英國簽訂了 深化台灣跟英國經貿夥伴的關係協定 也跟加拿大 還有澳大利亞正在簽訂 類似的協定 換句話說 我們已經走進世界了 世界也已經敞開雙倍 來歡迎台灣的參與 台灣的經濟實力 產業實力 絕對有辦法在未來的國際發展當中為國家做出貢獻 也讓台灣占有一席之地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是絕對不能夠走回頭路的 所以拜託大家 1月13號一定要出來投票 總統 副總統2號 賴清德 蕭美景一票 區域的立委能夠支持我們所推薦的民主大聯盟優秀的立委候選人 副分區也能夠支持 6號民主進步黨一票 民主進步黨所推動的民主大聯盟 是秉持的跨黨派 跨世代 跨領域 邀請優秀的人才來承擔台灣下一個階段的責任 這個是民進黨長期受台灣社會的支持 民進黨對台灣社會的責任 邀請好的人才 大家共雄 共襄盛舉 讓台灣未來能夠更好 拜託各位父老鄉先